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在人群中发生率很高的一个病症 那就是便秘 正常人的大便一般来说 一天三次到每周三次 然后每一次大便的重量大概是200克 其中这些大便中的水分大概占到60%到80% 倘若你在过去的一年中 如果有三个月经历过这样以下的这些情况的话 你可能就患有便秘了 一周大便次数少于三次 大便非常的干燥难以排出 或者就是感觉自己大便非常费力 即使排完便之后仍然感觉有大便 或者是在排便的时候要辅助于各种药物 譬如说开赛路甚至用手去辅助大便 那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那便秘嘛 无非就是麻烦一点罢了 其实便秘的危害不仅仅是造成生活质量下降这么简单 它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大肠癌 结肠的气死 因为肠气在那里 憋气 此外呢很多大便的硬结 还容易进一步造成长根阻 或者是长窗口 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 长期的便秘甚至有可能会诱发心脚痛 以及脑出血 因为不停的使力 而老人家的血管呢 都是比较脆弱的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吃有关系 吃的东西呢可能都是一些金加工的米面 然后很少吃上食纤维 譬如说像玉米啊 番薯啊之类的 吃的东西高油啊高脂的这些呢都是不利于胃肠蠕动的都会加重便秘 当然呢服用一些药物 譬如说抗抑郁药啊 抗精神病的药啊 止痛药啊 此外呢本身患有痰尿病啊 内分泌的各种疾病啊 包括夹剪啊 这些在使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导致便秘 除了散述这些情况以外呢 最最值得关注的是 是否有肠道的肿瘤性病变的发生 所以如果有长期的便秘 强烈建议去这个肝肠外科去看一下 最不记得呢去做一个直检 当然有条件的呢还可以去做一个无动的肠镜 来检测一下看看肠道里面是否有胀胃 既往呢也有文章指出啊 如果年龄大于45岁了 都应该去进行一次肠镜的检查 然后如果是阴性的话呢 保持5年一次的体检 这样子呢能够极好的预防结肠癌 如果呢在排除了肠道有肿瘤的这种情况下 该如何缓解便秘的症状呢 在这里呢教给大家几个好方法 首单其冲的呢就是改善你的饮食 第一呢喝水量要足 每天呢尽量保持有两升的水的摄入 然后呢就是吃的东西里面要增加上食纤维的量 就多吃蔬菜 多吃带有一些上食纤维的 譬如说像玉米啊芳薯啊 当然呢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商品 譬如像某宝上也可以购买一些美达丝粉 平时如果是吃纯素的人呢 也可以吃适量的油脂 然后呢要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排便习惯 通常来说呢结厂啊 他活动比较活跃的时间就是在早上起床 以及在这个饭后两小时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定时的去排便 如果你乘起之后啊排便是比较顺畅的 那就尽量养成早上起床大便的这个习惯 然后在排便的时候呢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尽可能不要玩手机啊 甚至在那玩起游戏看报纸 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边 让排便的过程呢最好在三到五分钟内就解决 然后如果有排便困难的人呢 可以试着去用一下蹲坑 而不是坐便器 如果家里没有蹲坑 只有坐便器的呢 可以试着在这个坐便器的前面放一张小板凳 把脚弯一下 最后呢如果有便秘的一些患者呢 不要私自的去使用一些泄药 或者去开赛路 就去这样强行的通便 一方面的这样子会极大的破坏了 你自己身体本身能排便的这一个反馈 此外呢还有可能掩盖一些疾病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呢 记得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这样可以让我的视频被更多的朋友看到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好了我们下一期见 祝大家健康